古福和兔兔站在行驶 古福突然刹车 他发现了受伤的蜥蜴 古福去救救蜥蜴吧 古福和兔兔过来了 蜥蜴的大腿被仙人掌刺伤了 古福带蜥蜴回基地治疗吧 古福把蜥蜴勾起来 兔兔你帮忙带蜥蜴回去吧 把蜥蜴放到兔兔车厢 出发返回基地 到达基地 古福准备把蜥蜴拿下来 再把蜥蜴放到维修台上 巴士还在呼呼大睡呢 巴士巴士快醒醒 快去医治蜥蜴 巴士正在寻找药箱 找到了 巴士过来 打开医药箱 巴士 你先按住蜥蜴 你扶把蜥蜴身上的刺拔出来吧 可是 还有些小刺拔不出来 巴士在想 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忙 想到了 打开医药箱 拿出放大镜 巴士再用放大镜检查 哦 还有小刺 五福 把小刺拔出来 五福再把小刺拔出来了 巴士 拿些帮带过来 巴士来医药箱 拿绷带 给蜥蜴包扎伤口 好了 治疗完成了 五福 把蜥蜴送回去吧 勾起蜥蜴 放到车厢上 兔兔和五福回到荒漠 再把蜥蜴勾下来 放回荒漠 做得太棒了 浮蜥蜴 浮蜥蜴正在路上行驶 哦 好像要下雨了 快去躲雨吧 咦 浮蜥蜴发现可以在树底下躲雨 浮蜥蜴在树底躲雨很危险 会被雷劈的 天空中乌云密布 变闪雷鸣 糟糕 雷电批中了浮蜥 哦 浮蜥蜴的爪子被劈坏了 怎么了 原来是浮蜥蜴被雷电劈中了 救援车队赶快出发去救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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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事发现场 浮蜥蜴的脑袋晕的 全身都很脏 花姐姐先过来 帮浮蜥蜥蜴擦干净车身 好了 运输车倒车停在浮蜥蜴的前面 吊车出马 吊车伸出吊钩 吊起浮蜥蜴 放到运输车上 前往维修站 维修站到啦 吊车把伯尔放下来吧 吊车到车进入维修站 升起维修台 开始维修了 切下坏掉的爪子 拿一个新爪子 安装好 安装好 逗一逗 测试一下 再来夹起木头试试 没问题啊 吊车咯 小朋友们 下雨天站在树下是很危险的 不要这样做哦 巴士在看电视 哦 电视灭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灯也灭了 原来是断电了 挖掘机五福过来了 巴士 我们可以建个风力发电机 吼竹鱼 巴士他们来到了建设场地 挖掘机五福先去测试风速 五福来到了小山坡上 把棋子插地上 五福 风太大了 五福被吹起来了 不好 五福快要掉下来了 五福加油 撑住啊 五二过来了 快来帮五福吧 五二要把五福拉起来 五福 你也要用力哦 没问题 一 二 三 耶 五福上来了 五二来拿发电机部件了 这是扇叶 先放地上 首先要用到的是支撑杆 拿过去吧 让五福来挖土坑 挖好了 五二再把支撑杆 放土坑里 五福把土坑填满 压结实一点 好了 不二接着来拿扇叶了 出发 来安装扇叶喽 可是 不二够不着 怎么办呢 哇哦 你们看 是吊车过来了 吊车 帮忙把扇叶吊起来 装上去吧 吊车 升起吊臂 吊起扇叶 准备安装了 准备安装了 安装完成 太好了 糟糕 扇叶被风吹掉了 赶紧重新安装 安装 五福先固定好 吊车 再吊起不二 不二负责焊接 好了 上月转起来啦 巴士回到了房间 可以继续看电视了 巴士再给花朵浇水 挖掘机五福 五福来到河边兜水 小心点哦五福 糟糕 五福掉到河里去了 五福别害怕 马上有人来救你 吊吊轩出轮子 想要拦住五福 看五福飘下来了 哦 吊吊冒不着 没拦住 哎 哎 有石头 巴士巴士 快点过去帮忙吧 把石头推到河里 加油哦 吐吐发现 对面还有一块石头 过去把石头推河里吧 吐吐 吐吐准备准备 开始推石头 成功啦 吐吐太棒了 哦 吐吐飘过来了 吐吐被拦下了 吐吐被拦下了 他想游上按 可是游不动 看吐吐的 扔出绳索 吐吐抓住绳索吧 巴士吐吐准备好了吗 开始啦 吐吐了 哇 吐吐上来了 但是吐吐感冒了 回基地去治疗吧 装载车正在街上巡逻 吐 哦 前面怎么在冒烟 我去看看 装车 糟糕 是房子着火啦 让消防车去灭火吧 出发 到达着火点 装载车让一让 消防车要开始灭火了 伸出水枪 开始灭火 哦 没水了 火还没灭完呢 得出发去装水 收起水枪 快出发吧 快出发吧 消防车来到了池塘 开始装水吧 伸出水管 哦 水装满啦 快回去吧 回到啦 进去灭火 消防车把火撲毕了 可是旁边的草堆还有火 哦 让装载车来解决吧 来到消防车旁 卸下爪子 接上灭火器 火撲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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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消防车那里 把灭火器放回去吧 把灭火器放回去吧 装载车任务完成 可以离开啦 消防车也走咯 消防车今天做得真棒 哈哈哈 遨越轻轻轻轻轻 你玩光 我需要快点 plane i know you 等一下 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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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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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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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Goodbye Bye bye 下大雨了 河里发起了洪水 糟糕 桥梁被洪水擦塌了 终于放晴了 装载车正在路上行驶 桥被冲断了 装载车过不去 救援车队快去帮忙吧 出发喽 救援车队到达目的地 吊车开到合适的位置 准备开始工作 伸出吊钩 吊起河板 放到河道里 隔断河水 哇 成功了 能到挖掘机出马了 可是挖掘机要怎么下去呢 让吊车来帮忙 吊起挖掘机 哦 装载车快帮忙压一下 OK 嗯 稳定好了 接下来把挖掘机 放到河道上 成功了 挖掘机要把河道挖深一点 把地图放到岸边 进行加油 挖好了 把挖掘机吊上来吧 好了 探斗车要把车厢里的食材卸下来 完成 吊车吊起新桥梁 放到合适的位置 还有另一边 吊起来 同样放好 哦 水要迈过挡板了 加快速度 吊车吊起桥板 铺好桥板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耶 铺好了 马上要完成了 接下来看搅拌车表现了 搅拌车要在前面交换水泥 吊车可以吊起格板了 太棒了 又可以过桥了 先来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出发咯 五福 你在干什么呢 原来是在搅拌水泥 小七吊着木板 还要看不到路了 糟糕 小七踩到砖头飞起来了 小七落在了水泥池里 五福赶紧查看身上 有没有沾到水泥 有没有沾到水泥 小七在很努力的想要爬出来 可是他越爬越深 最后还是爬不出来 胡二过来帮忙啦 准备从前面拉起小七 五福也来了 五福要从后面推起小七 加油 加油 有力 还是拉不出来 该怎么办呢 找一找 有没有用得上的工具 哦 有啦 是锯子 五万块过来 换上锯子 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哦 很锋利哦 哇 回来啦 用锯子把水泥切开 完成啦 轮到五福出马咯 五福来到小七旁边 用力把小七拉出来 五福加油 你可以的 哦 还是拉不出来 吊车过来帮忙咯 准备救援 升起吊臂 把小七吊出水泥池 成功啦 可是小七的轮子被水泥截住了 让五福来帮忙凿开 噢 凿开啦 可是轮子也凿坏了 五福快想想办法 找找工具 哇 发现了一个新轮子 五福过来拿走轮子 五福准备干活 把小七扶起来 五福拿着新轮子过来啦 先卸下坏掉的轮子 安装上新轮子 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小车们做得太棒了 哈哈哈哈 咦 巴士怎么停下了 原来前边有一座木桥 哇 好高啊 巴士要小心一点哦 巴士突然上车 发生什么事 危险 木桥断了 巴士不要害怕 先赶紧倒车吧 巴士不要害怕 五福 巴士需要你的帮助 机器人也上车 跟突突一起出发 到了 巴士别担心 五福他们马上把桥修好 五福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 五福来到桥上 仔细查看 糟糕 桥又断了 幸好五福及时挂在了桥上 五福加油 五福上来了 太棒了 五福 五福现在把旧桥板敲断 机器人抬起新桥板 铺好桥板 做得真棒 五福也来勾起桥板 铺上去吧 很结实 机器人抬起桥板 继续铺好 最后一块桥板了 交给五福吧 铺上去 搞定了 巴士可以过桥了 可是巴士还是害怕 五福和兔兔先过去吧 他们过来了 巴士 很安全 放心吧 巴士准备过桥了 他先小心地伸出轮子 试了试 去吧 巴士 去吧 巴士 哇 安全过来了 你们看 巴士正在路上行驶 嗨 巴士 哦 不好 前方有一块尖石头 可是巴士并没有发现 哦 巴士装束了 诶 什么声音 糟糕 好多落石 巴士需要帮助 五福兔兔赶紧去帮巴士 小红和小兰也一起去 倒达现场啦 可怜的巴士倒在地上起不来 巴士别害怕 我叫五福来帮你 五福 赶紧过去帮帮巴士 有蛙斗勾住巴士 开始往后拉吧 五福 加油啊五福 哦 能力气不够 兔兔 机器人们 快过去协助五福 咕咕就位 小红就位 小兰就位 加油扶起巴士 可是巴士好像不太对劲 五福快帮巴士检查一下 先把巴士抬起来 小兰 你检查一下汽车轴承 有没有问题 好像汽车轴承 没有出问题 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到前边看看 哦 是巴士的保险杠 被撞凹进去了 巴士的轮胎 也被扎破了 巴士的情况很不妙 五福 去拿温度计 帮巴士测测体温 巴士 巴士 测一下体温吧 哇 巴士发烧了 五福 带巴士回基地治疗 巴士再给花朵浇水 万节机五福来到河边兜水 小心点哦五福 糟糕五福掉到河里去了 五福别害怕 马上有人来救你 糟糟糕 糟糕 转出轮子 想要拦住五福 看 五福飘下来了 哦 糟糕够不着 没拦住 哎 有石头 巴士巴士 快点过去帮忙吧 把石头推到河里 加油哦 图图发现对面还有一块石头 过去把石头推河里吧 图图准备准备 开始推石头 成功了 图图太棒了 哦 五福飘过来了 图图图被拦下了 他想游上弯 可是游不动 看图图的 扔出绳索 图图抓住绳索吧 巴士图图准备好了吗 开始拉五福了 哇 五福上来了 但是五福感冒了 回基地去治疗吧 都可以 发生了 卡 中心 女人 都是 派图图 连